佛教主很多 自我射心 他认为有解脱这件事 但是能解脱不是我的事 但是有很多人认为我是在家人 在家人 出家人还容易得解脱 在家人没有什么时间 学习佛法没有什么时间休闲 事情那么多 烦恼那么多 哪有可能得解脱 我跟大家讲 佛统时代 在家人 正出国 二国 三国 甚至有所有正阿罗汉的 也非常多 我们举几个例子就好了 事情很多的 比如说品博搜罗王 托斯密王 事情不多 事情可能多了 而且他无欲的心也多 要大大小小的这些事 那么他们两个也是正国的 波斯密王到最后 还被他 还被榴梨王赶出去 就是出去的时候被榴梨王 他的儿子占据了 然后他没办法知道 他没有榴梨王 加皮罗汇国 那品博搜罗王更可怜 被他的儿子阿哲斯王关起来 就这样饿 那么饿到死 他也正过 甚至一个没有读书的 很多没有读书 没有知识的 那这一些贱民 很多也都正过 在家人正过得非常多 非常非常的多 他们一样是私人工商 一样做他们的事业 一样有家庭儿女 一样有女儿儿子 一样要操心一些大大小小的事 但是他们依然是正国人 出国 恶国 三国 第一个 他们不会再做三二道 第二个 他们在人天 做人做天 做人做天 几次以后一定可以得解脱 为什么 因为他们了解佛法 如此而已 对佛法产生深刻的理解 他们就在所天文的佛法里面 对佛法产生深刻的理解 因为这样 他对于所谓这四种证件 对于夜暴的理论 非常清纯 所以他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你说像罗伊王 像波斯密王 像波斯密王 像波斯密王跟品佛说的话 虽然遭遇那么大的境界 但是他也不会 因为这样去造重大的人也不会 那这样 你看 他还是在家人 他要做的事不多也多 他烦恼不多也多 但是你可以解脱 并不是你断尽了一切烦恼 阿罗汉才断尽了一切烦恼 你之所谓可以决定得解脱 不是因为你断尽一切烦恼 而是你把最重要的道理 言其无我认清我就是这样 出国还有贪生吃 恶果才薄贪生吃 正恶果才开始减轻自己的烦恼 才薄贪生吃就是减轻自己的烦恼 出国还没有呢 出国只是确认真理而已 确认缘起的真理 那怎么确认 佛头讲缘起无我的时候 他专心思维 认可 只是这样而已 这样他就不再做三二道 而且七次 做人做天做人做天 一定可以得解脱 最多最少一次 因为要看他怎么学 他也有可能就不学 可是他有良好的习性 他那个业果的观念非常的深刻 所以他遇见很多事 他觉得不会遭遇 他宁愿自己受苦 都不愿意 因为要享福而重大而略 不会 这种就是有正见 可是你看起来他也没学佛 也没有佛法 他也不学佛 但是他很会替别人想 他内心有正见 然后也许他隔两生三生 才跟佛法又结缘 很难说 但是大部分会 到天上去 天上就享乐了 他也可能不学 就开始享乐了 可是也不会造二月 他在很好的环境里面 也没有造二月的因缘 也没有造二月的习惯 也没有造二月的念头 不是不造二月 不造三六道的二月 他还是会造二月 还有贪真之啊 怎么不造二月 你看在佛头时代 非常多不可计数的佛弟子 都证出过 即使在佛面后 还是有很多人证出过 真的 那你说 那在我们这个时代 有没有可能 有 有可能的 怎么不可能呢 因为如是因如是果 你不能说佛头时代 你修戒定位 你这样如是因有如是果 佛头灭后如是因 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果 减弱了 不可能 那法是不会因为时间 递减它的效率 它有保存期限 没有这种事啊 你说两千年前 这样修可以解脱 两千年后 只能得定 那它是有保存期限吗 效力会 这个要放超过三年 它就怎么样 它就没有那么有效了 甚至放超过十年 就完全没效了 末法就是这种观念 这个佛法这个要 放过五百年之后 它就减半了 再放过一千年 末法就怎么修都没效了 哪有这种 这有哪里这种法 我们被这种观念限制住了 现在寻佛的人都是这样 所以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是可以解脱的 我们是可以建出国的 是可以的 那你要很专心 你要专精的去思维这个道理 你说我还有烦恼 我也有烦恼 出国 恶国 三国都有烦恼 我告诉你 出国还有贪争之 恶国还有贪争之 出国的贪争之 还有一点点重 所以恶国才要保贪争之 它只是有证件而已 出国只是有深刻的证件 那你怎么不好好把证件弄清楚呢 怎么不好好学习证件呢 这个证件增商就可以让你不够参得到 那这个我们要非常的这个所谓的 谨记在心 不然很多人都是这样 就论我 哎呀我那么烦恼 我又生在佛 我又生在末法时代 又见不到佛 然后我烦恼又这么重 那我智慧又这么差 那么不要说 不要说这一生解脱了 就再过其身我也不可能解脱了 人就是这样 那我如果没有往生极乐世界 一定是多三乐道 我已经听见有无数的佛律 都这样跟我说了 怎么学佛学义这么可怜 学佛学义这么无奈 学佛学义这么悲哀 怎么会这样呢 如果佛在世一定会骂他 一定会喝者他 不是骂他 就会喝者 你这个什么观念 一点没有佛法的向上 向上 向解脱的这种特质 没有这种特质 学佛学得这么悲哀 这么无奈 这么痛苦 这么悲观 这哪里是学佛 佛地址应该有人 不是 我们往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众生无死以来 生死死生 常在武器中相续流长 这是一般的凡夫 经修行而得正的圣者 能得到生死的解脱 就是决定可以解脱 但什么时候解脱 就不一定 如果是出国七次人天王法 多长也不一定 因为看生到什么天 受命不一样 但是七次 七次的死生 生死 就一定可以得解脱 最多 有可能下一生就得解脱 你震得出国 有可能没有多久 就震阿罗汉 有可能下一生 才震阿罗汉 像阿娜 像蛇利弗 震得出国 不到半个月 就震阿罗汉 阿娜震得出国之后 大概隔了二三十年 二十几年之后 才震阿罗汉 那有一些是 不是隔二三十年 他还是震一生 有些是隔两生三生 顶多隔七生 就这样 不一定 那恶果的两次 伸到天上 然后再来到人间就震 天上不容易震 到天上不容易震 存为你在五不还天 不然一屆天都不容易 射阶天更难 射阶天如果在五不还天 如果他不射阶天 就更难一点 那基本上 天上不容易 所以二果是到天上 死了生到天上 天上再下来 在人间就震阿罗汉 他一定会震阿罗汉 那三果的生到五不还天 五不还天 那个都是圣者 他就在那里震阿罗汉 那四果就 这一生就震阿罗汉 死后就没有 不会再受生了 不会再受生了 那三果是最后一根木头 那这个二果是两根 这一根烧完再烧一根就没有了 那出果 就好像会烧饭一样 要烧七根 这个饭才会熟 那类似像这样 那不一定七根 就七次人间烧完不一定 那有时候那一根忽然间 火很大 就把我换烧手了 好 那所以他这里讲 圣者能够得到生死的解脱 圣者四双八倍 那么 森文圆解菩萨佛 有这四个皆知 那森文里面有所谓的四双八倍 那怎样才算是圣者 圣人的定义 世间跟佛教长得是不一样的 其那教大雄就是圣者 但在佛教大雄不是圣者 在中国孔子孟子是圣者 所谓尤舜与湯文武周公 孔孟延悔 圣者只到这里 延悔之后就没有了 只有贤者 所以台湾在讲三代 三代 圣者都叫三代以前 我们讲的 姚舜 武汤 文 文王武王 文武周公 周公之后孔子 孔子 孔子是依周公的 学周公之道 所以孔 孔 圆悔 孔子 孔子 圆悔 这三个是圣者 其他都不是 其他是贤者 其他是贤者 七十二贤人 孔子的弟子 子录 子录 子师 这些都是贤者 乃至以之后 学孔子的 都没有圣者 只有贤者 朱熙 黄阳明 这些 但是这些 即使像孔孟延悔 所以说是圣者 在佛教也不是圣者 在道家 老子是圣者 但是老子到底是不是 是圣者 很难说 那 因为老子的境界也蛮高的 所以有的人说是 他是屁是否 但是 因为他只有一部道德经 可以宣判 但是从道德经 也很难讲他是不是 那有可能不是 有可能是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孔子很明显的不是 孔子孟子这些 如果从他的学说来讲 那很显然的不是 因为他说什么是圣者 起无肉镇之 起正法性 法性就是一切法人真 就是圣 简单讲就是 误解缘起无我四弟的 能够误解缘起的 深刻理解缘起的 那么 这个就是圣者 知道无我的 体正无我的 这个是圣者 那 西方人 这个 耶稣是圣者 但是从佛法来讲 耶稣不是圣者 回教徒 穆罗云莫得 是圣者 但从佛法来讲 穆罕莫得 不是圣者 不但穆罕莫得 不是 不但耶稣不是 就是上帝也不是 那上帝当然是圣者 圣中之圣 那其他像基督教里那些使徒 那些 那些都是圣者 但是 对佛法来讲 他们不是 那其他叫大神是圣者 然后 对一些其他人来讲 他们所谓的圣的概念 跟佛法圣的概念不一样 圣者不是完全亲近 那佛甚至连习气都没有 那这个 有亲近之 亲近之就是五弱字 那就是 其实对圣起深刻的体验 只是这样而已 只是这样 所以佛时代很多在家人就证出国 很多 非常多的在家人就出国 你看起来烦恼的 看起来证出国 但是他证了出国之后 他就非常有信心 施笔化性 对佛法生气也非常有信心 比较没那么自私 那么非常有慈性 那么努力 人生充满着光明 其实是这样 好 所以 他说 不要跟世间的假名圣者相悔 其他的宗教都把他们的教主 甚至 他们的使徒称为圣者 但从佛法来讲 他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是佛教徒 你才是圣者 你不是佛教徒也是圣者的 那个叫做辟子佛 那个世间没有佛法 世间没有佛 但是你自己体悟到世间的真理 你知道缘起无我 你就是圣者 你虽然心力很好 都不起烦恼 可是你不是没有烦恼 你也不知道缘起无我 你也不是圣者 是这样子 所以 不要跟世间的假名圣者 耶稣 穆罕默德 孔子孟子 这些来讲 对佛法来讲 这些很明显的都不是圣者 何况什么姚舜 宇康文武 文武周公 那更不是 那是儒家 他不是圣者 好 那圣人也有好多些位 但以凡夫的根本不同点 就在乎有禁至正真理 那什么是真理 圣起就是真理 佛法就是在讲圣起而已 从圣起才正得无我 佛法就是在讲圣起 那圣起就包含 善恶劣报 生死沦为的道理 有因有缘世间极 有因有缘世间灭 为什么会有生死流转 生死沦为 这个就是苦跟急 有因有缘世间极 怎么样才可以得解脱 这个就是道跟灭 有因有缘世间灭 那生死的根本是什么 我爱我见我 解脱的关键是什么 无我 缘起 以缘起正无我 也就是这样 那你这个道理 其实说难懂也很能懂 说容易与死也不是什么困难 我们只要努力的去理解它 然后不断不断训续 那么不断不断去理解它 那么你要相信 你是可以正出国的 其实可以 那但是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一方面 因为我们会 业力会障碍住我们智慧的思考 所以我们要尽量不照做恶悦 要此戒不照做恶悦 然后要让我们的心稳定 有戒有变才会生起无弱会 那这个戒重点就是 你不照做恶悦来障碍自己 就好像你脚受伤了 你虽然你是成军是奥运冠军 脚受伤了你就是走不动 所以要先把这个 第一个注意要不要让自己的脚受伤 第二个如果受伤 要尽量把它议好训练它 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过去不知道造什么恶悦 不知道 但是现在至少我们知道 我们不造恶悦 所以不会有新的障碍 那如果有旧的障碍 没关系 我们努力努力让我们更好 去除掉这些旧的障碍 消除这些旧的障碍 这样就好了 那么这样持续 你不要说那什么时候可以 不要管这个 佛法就是讲因缘拒绝 我努力这样做一定可以 你要有这个信心 我就是好好想好好思维 引起的道理 然后依照善恶业报的理论 我努力行善去恶 我努力不起烦恼 容易调伍我的烦恼 克制我的烦恼 调伏我的烦恼 然后断除我的烦恼 然后努力学习佛法 然后从佛法中得的智慧 然后努力让我知道 我在面对什么境界的时候 那么我要怎么做 那我有什么烦恼 我应该要从哪个地方下手 那么常常这样 你一定也可以正出国 是可以的 不要说正出国 解脱都有可能 但是就是你要先相信 你连自己都不相信 你只相信佛法 但不相信自己可以正的佛法 那些外道连佛法都不相信 那就不可能 那没办法 佛法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你没有正确的方法 你再对自己怎么有信心 也没办法 没办法 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 对佛法有信心 要相信佛法 也要相信自己 这样 你才能够真正 从佛法中得到利益 这个是我发现 北传的佛教主 大部分没有的 真的 那这个是 我觉得蛮重要的 北传的佛教主 对佛法有信心 但是对自己没信心 对佛法的信心 只来自于养性 只是对佛有信心 根本他就不理解 什么是法 根本不理解什么是法 你像 所以像很多佛教徒 那么听说妙禅是佛 大家都去供养 都去拥护 妙禅怎么可能是佛呢 随便想也知道 但是 为什么那么多人信 其实就是对法不了解 对佛法深不了解 他只是信 这个好像信 信上帝 信耶稣一样 一样 一样 就好像信阿拉一样 他可以带你在天堂 你只要拥护他 为他死 他就可以带你上天堂 这种信 佛法是不强调 佛法 佛教徒 佛教徒 没有法 基本上不是真佛教徒 只有佛没有法 佛法后来就变成这样 只有佛没有法 可是佛也是依法而成佛的 没有法也没有佛 如果佛没有他真理 没有法 那佛不成为佛 佛之所以成为佛 佛是觉者 觉悟的人 佛之所以成为佛 是因为他知法 入法 正法 是这样 那你把法抽掉了 只念佛 只信佛 那你怎么 这个已经不是佛教徒 这个第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 好 所以他这里讲 你看 圣人有好多接位 但跟凡夫最大的差别 就在有禁制正真理 你看 真理就是法 从真理 有智慧 然后正到这个真理 什么叫解脱 解是解除 脱是开脱 众生在生死之中不得自在 就好像在罗网中被欺服一样 我们被什么绑住 被业绑住 业 业往 束缚 比如说 那么这个人有这个业 他做 他生到促生到里面 他就困在那个促生 他就他就受那个限制 这个人短命多病 活到20岁就要死 他就受到限制 不死都不行 那这个叫做业力 业力束缚住 不能够随心所愿 所以 要你生你不得不生 你说我再也不来了 你说不来就不来 这不是你决定的 严罗网都不能决定他自己要不要来 不是你决定的 你说我以后再也不要 再也不要跟你认识了 不是你决定的 你只要跟他有缘 你们就一定会在一起 如果恶缘就会互相折磨 如果善缘就互相成就 就这样 不是你决定的 有很多人 我死后再也不来做人了 做不做人也不是你决定的 当然你可以发愿 我要做牛 当然也可以 那可能会奴隶留院 你要往上的 不能奴隶留院 只会你有力量 你要往下的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也不一定 要看 你说好 那我死后 我发愿下定义 定义也不是你发愿去的 定义不是说我发愿下定义 我就要下定义 没有 你没有定义的业也下不了定义 你没有造定义的业也下不了 你说好 你说好 那我现在我要去建议住 建议也不是 你要去住就可以住 你要犯罪 然后被判 关到监狱去 你才可以在监狱去住 一样的道理 好 那所以我们是被业力所欺服 所以真正绑住你的是业 烦恼 果报 所以叫做莫业苦 烦恼绑住了 有了烦恼就不得自在 有了烦恼不得自在 有业也不得自在 受了果报也不得自在 那没办法 所以圣者得了禁制 清静的智慧 清静的智慧就是断烦恼的 就是正真理 至少是建元起的 建元起即建法 建法即建元起 建元起就正出果 就是圣人 他并不是把烦恼断进容 没有 他只断邪戒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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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圣者得了禁制 禁制就是什么 建元起的智慧 我们可不可能得禁制 可能的 是可以的 你好好学习 常常思维 闲下来就想一些道理 想元起的道理 想元起的道理 平常就做一些善事 行道德 戒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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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般我們講 僧文 元節 菩薩 這四個層次不太一樣 佛 佛陀 僧文裡面又分四雙八倍 出國項 出國項 出國 俄國項 俄國 都是四雙八倍 出國 俄國 三國 四國 那每一個前面也有一個出國項 俄國項 向出國 向俄國 三國 四國 出國是虛頭寒 出國是虛頭寒 虛頭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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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納寒 阿羅漢 那前面有個向出國 出國項 向俄國 俄國項 向三國 三國項 向四國 四國項 所以叫做四雙八倍 四雙八倍 這個是一雙八倍 八種人 這個是聖者 延解 菩薩 菩薩是正無聲法人 就是聖者 正無聲法人 基本上是七地 八地 九地 十地 等級 正無聲法人 正無聲法人 過去就是聖者 就是得阿比伯治 阿比伯治 到一生補充補充 一直到一生補充 一生補充 這個是阿比伯治 不退充補充 不退充補充 到一生補充 一生補充過去就是佛 到正經典 菩薩到底有幾個階位 講得不太一樣 一般來講 五十二個階位裡面 這個就是七地 然後後面還有八地 七地正無聲法人 八地 九地 十地 十地之外 一個等級的菩薩 這個就是等級的菩薩 所以就變成 菩薩裡面有七地 八地 九地 十地等級 這五個是聖者 在過去就是佛 廟節 五十二個階位裡面 如果是這樣來看的話 是這樣 那圓節有兩種 就布列跟獨舉 所以這個 一般來講沒有佛的時代 沒有佛的時代 那麼他並沒有佛法 但是他過去生中所學習的 現在正的正品 比如說正出國 正出國七次人天 第三次第四次來的時候 已經沒佛法了 可是他過去生期的 他有緣起很深刻的概念 他在樹下看到樹葉掉下來 就誤得緣起 並沒有人告訴他 但是他如武的 所以這個是 因為他幾次人天王王 第三次來或第二次來 佛法就沒有了 就滅了 就不見了 但是他還是可以得解獨得 沒有佛的時代 那有佛的時代 自己獨省獨住的 那基本上他就是 這個叫原主 那這四種是聖者 跟這個世間的不太一樣 那一般來講 這四雙八卑是聖者 所以他這裡講 因為斷趣生死的 生死根本的煩惱 生死根本的煩惱是什麼 生賤 生死的根本就是生賤 生賤就是我賤 所以出國斷三節 生賤皆盡起疑 主要是生賤 主要是生賤 那這樣就得解脫 就一定可以得解脫了 凡夫跟聖者 本來同樣的報德 就是國報 所以這個叫夜報生 得到這個有勢之聲 那講到這個有勢之聲 那一般來講 就是有幾種說法 就是這個勢 這個身體裡面 有這個意思 就是阿賴岩 一般講 四大為空 四居其中 或是有勢在中 這個意思 這個是講六間 地水火風空事 講這個 四在中 地水火風空事 那主要是這個事 生命這個事 那這個是生群 那或是說四四處 四四處是 四四處 四四處 四食 四 這個四 一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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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四 攀岩 攀岩這個 四壽想 行 這個是 攀岩這個是生 這個是心 心手 這個四 言 這個四四處 這個就是講的四元名色 四元銘色 四元攀元 这个名 这个是名 这个是色 四元銘色 銘色原色 然后主要是这个四元 因为这样生命的形态 主要是这个四 所以他讲有四在 他说凡夫跟圣者 都是这个果报生 叫做有四之生 因为这样叫做人 只应凡夫愚痴 以无名为主 这才幸福在生死中 不等之在 凡夫跟圣者最大的差别 就在名跟无名 那无名就是不明真理 明就是明白道理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真理是什么 道理是什么 真理就是无我 圆起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好好的思维 圆起 好好想 从经典里面上理解 一部分努力去思考 圆起的道理 无我的道理 然后一部分 那么努力 累积功累得 去恶行善 然后展览自己的智慧 多闻熏食 展览自己的智慧 所以佛法从两个基础 一方面展览自己的智慧 要多闻熏食 一方面要减少自己的烦恼 因为烦恼就会让智慧不起来 你烦恼太有力量 智慧太没有力量 你要想想不起来 所以一部分 一部分要多闻熏食 增长自己的智慧 一部分要少欲知足 减少自己的烦恼 这两个是基础 然后之后 再努力的行善 积功累得 让自己的力量增强 福报增强 然后这样善的力量强 那么这个即使过去有一些不好的烦恼 它也能够超越它 其实是这样 这个其实佛教徒 你只要继续这样做 时间一到 一定会留守成就 真的 很多人都不想有这个方法 只是 只是 那么常常祈祷 常常求佛加倍 常常希望 关于菩萨可怜我 都变成这样 然后时间到了 没有办法 就去参加个什么法会 消什么栽账 去点个什么灯 要什么方便 求什么祈求什么希望 真正能消的是你的智慧 只有智慧 只有智慧能除烦恼 只有烦恼除了 业力的 业才不会有力 只有业没有力量不成熟 才不受火爆 才不受苦 这个道理如果你没有弄清楚 难修瞎念 不是徒劳无功 就是半徒而废 要不然就功亏一篑 一定是这三个结果 所以很多佛教徒 学果学了很多年 还是茫茫然 全部的希望 都寄托在佛徒的慈悲 佛普遍的慈悲 所以都是怎么样 都是情感上的依靠 心灵上的慰藉 祈求的就是感应 就是这样啊 你看 照理讲佛法应该是很殊胜的 可是听起来 跟其他的宗教也没什么差别 就是情感上的依靠 依靠什么 依靠佛普遍 然后心灵上多少获得一个慰藉而已 到底可不可以 到底能不能 到底行不行 其实自己也没个底 戴完了忏有没有像 变了经会不会变好 其实自己也不知道 只能祈求再祈求 希望再希望 只能这样啊 可是佛法是这样的吗 不是的 佛法是我这样做会怎么样 我是知道的 这个叫做如是因如是果 你如是因还不一定如是果 因果关系你不是清楚的 我这样做会不会怎么样 我是不知道的 我希望最好可以 但是如果不可以呢 那可能是我又这样做 因缘不到 我这样子都是这样自我安慰 多可怜啊 真的 其实佛法不应该是这样 不应该是这样 那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凡夫就是愚痴啦 不懂道理 无名不名缘起 缘起就是因果 夜报的道理 他就是有因有缘世间体 有因有缘你会受这个苦 有因有缘可以不受这个苦 有因有缘这个苦不消除 有因有缘这个苦会消除 有因有缘可以想这个福 有因有缘这个福想不久 有因有缘这个福可以想很久 就是讲这个啊 因果夜报的道理就是讲这个啊 有因有缘有生死 有因有缘得解脱 所以一切你只要好好的认识 缘起因果的道理就可以了 然后努力去实践 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 而不是寄望与佛菩萨的慈悲 不是啦 不是啦 这个我们应该知道 所以圣人因羞辞得尽志 要闻思修啊 要多闻啊 所以两个基础 多闻薰习 少欲知主 因为多闻薰习智 智慧不断的增长 因为少欲知主 烦恼不断的降低 烦恼都是从多欲来的 谈欲来的嘛 谈不诚 贪不诚就成真嘛 我顺你的意嘛 我照你的路嘛 你希望这样结果不是那样的 你欲望越多你烦恼就越多了 其实是这样 所以圣人是以柏仁为主 智慧 这才解脱生死的心 这一个凡圣 解脱跟束缚的差别 一定要深切信送 不要有丝毫的欲望 你要相信 你要解脱一定要有智慧 而不只是你发心就好 你用功就好 不是 因为能信就知道有圣者 有解脱也就能信圣者真有智慧 有大能力对于圣者的功德 像三明六通 十利事无所谓十八不共法 三明六通是身文圣者 身文跟连结的这个能力 叫三明六通 这三明六通在哪里呢 那十利事无所谓十八不共法 这个是佛菩萨的 佛的 这个在三明六通在两百六十四页 我们稍微看一下 他后面再讲到三圣共法 就是身文圣结 三圣共法的时候 就有解释 这个是他们的功德 两百六十四页 拒绝脱阿罗汉 最后第三回 拒绝脱阿罗汉有三明六通 三明六通都是从四根本残引发的 三明六通 神族通就神性通 天眼通天耳通他性通 宿命通肉性通 这个他后面有解释 我就不解释了 再讲到这里的事要来讲 三明三明在两百六十五月 倒数第四行 天眼明宿命明肉性明 好那这个是三明六通 这个是阿罗汉的书圣功德 圣者 那我们讲到有四种圣者 有菩萨有佛 那佛实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 这个在大圣不共法里面 在哪里呢 今天在四百三十九月 看一下 四百三十九月 四百三十八月就最后第二行 就佛得功德 实力是无为 十八不共法 大悲三不互 就有这几种 就讲了这个实力 这个这里在四百三十九月第一行 实力 处非处自立 业亦熟自立 这个我们后来讲到这里的时候 再来解说 那第二个是似无所谓 似无所谓是说法的 那这个是一切志无所谓 若进无所谓 进古道无所谓 说战道无所谓 我说这样会战道 就决定会战道 说这样会进古道 就一定会进古道 说可以得解脱 就决定可以得解脱 说可以断烦恼 就决定可以断烦恼 就有这种 有这种 那我们如果不知道 就以无无好像 好像可以又好像不可以 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 确定又好像不确定 但是佛是真确定的 说法事无所谓 那十八不共法 就多一点了 我们看 稍微知道一下 生无师 与无师 念无师 义 就种种这一些 另外还有他没讲到的 有所谓的三大悲心 三不户 还有妙志 把佛的功德 就做了六种 那这里简单讲 圣者 就有松文跟大圣跟小圣的 小圣的就是三明六通 大圣的就是十一书 所谓十八不共法佛 那来自里后面有所谓的大悲 三不户 还有所谓的妙志 这六种 这里就讲大圣的讲三种 小圣的两种 三明六通 那么对于佛菩萨 圣者的这些功德 都能够相信而且接受 能够这样就是奉行人间乘法人 现实还不能进求出世解脱的佛法 那你说我现在还没办法 没关系 你只要生确信 从你得来的这些你确信 如果你学习佛法你相信 现在虽然你还不能得解脱 但是未来也可以得解脱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能够渐渐养成出世的法种 先要有善根 然后依善根起善行照善念 然后渐渐这个善升起 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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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善欲戒射戒 这个定善 然后渐渐 然后到出世 出参见 向善多 所以佛法向善 向善 向善多 就渐渐怎么样 能够成出世法种 所以佛法的三个趋向很重要 我常常强调向善 先要培养这个 然后越来越好 狗日心 日日心 幼日心 就越来越好 智慧越来越高 辅报 慈悲心越来越重 烦恼越来越少 然后就这样 向善 向善 然后一定可以向解脱 但是你之所以能够向善 向善 向善 向解脱 都是因为有智慧 所以一定要闻思修 多闻熏 闻思修 一定要多闻 先从多闻 那这个一部分怎样 然后一部分要先多闻心修 这个第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 因为向善要离恶 要离恶 离恶不善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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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要先从少益 少益之法 所以两个根本 两个基础 一个多闻心习 一个少益之法 一多一少 你只要记住这个就好 那么你在学佛的路上 就走得快 走得容易 走得安稳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向善 向善 向解脱 所以这里讲到 那么你先相信 因为你学习佛法 你知道 你相信 就算现在你相信圣者的这些功德 就算现在你只是奉行人天圣法文 你还没有接触到修禅定 那么接触到出世的法文 但是你未来还是可以出世的 其实是这样 所以现在不能进求出世解脱 我现在还没办法专心修行 还有很多事要做 还有家庭 还有父母 没关系 一样可以 你只要从智慧上下手 从缘起上下手 然后少益之足 然后多文心修 你现在虽然不行 但是你已经在培养未来可以的因了 其实就是这样 那么 所以能够渐渐养成出世法种 那你现在因为现在暂时不行就不错 那你就因缘就更少 就更难 更没办法 否则圣者与圣者的一切功德 都不信 都不相信 这不但匪匪事实 就毁谤 毁毁 薰尘邪法的种子 也障碍了自身的信修 就好像我就讲的 很多佛教人都觉得 他相信有圣者的功德 但不相信自己这样修也可以得到这样的功德 你看 这舍异佛这样修可以 我这样修不可以 就变成这样 那这个其实并不很正见 2000年前可以 2000年后这样修不可以 这也障碍了自身的信修 他就没办法 他没办法向上 他想向上 他没办法向上 那么 有些人自作聪明 以凡夫的知见来衡养一切 因为觉得自己不是圣者 没有禁止 没有神通 人就不过如此 哪里会有圣者 他就以己渡他情 比如说 一般来讲 我也是这样 大家都有烦恼 怎么可能有人没烦恼 那么大家都会贪 怎么可能有不贪 就不太相信 然后甚至认为 就是大家都这样 那哪里有不一样的人 不可能 所以没有什么 没烦恼的圣者 那个都是瞎掰的 那个都是自己讲的 都变成这样 这种人的愚痴 真是可怜极了 他形容一个句子 像同样用黏土做成平准 但是没有经过火的断裂 那个才是米嘛 还在粗培而已嘛 还没烧成 所以玉水就会晃 风吹日上会分裂破坏 但是如果经过火的断裂 就会成为磁品 就磁气的 遇到水 不会花 风吹日晒也不会烈 世间的出事 就简单成 人意见意见的事 经过断裂还大大的不同 何况自称万物之旅的人 所以我们只要这样不断断裂 多尾熏喜 少义之族 这样不断裂 依法修行 经过剥弱智慧的训练 你就离凡夫越来越远 离圣者越来越近 真的 一定要相信 就不会像凡夫那样 凡夫与圣人的存在 一定要从深切信节中 引发坚定的政见 上来说明世间政见的主要内容 由修学佛法所必不可缺的鉴定 好 今天讲到这里时间到 大家合掌合相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接共陈伯道 接共陈伯道